和润东张军宁赴越南为平同宪爱 越南这个台湾人有点熟悉却又陌生的地方 和润东和张军宁身为台湾世界展望会资助儿童计划的代言人 在二月底踏上这片土地进行六天的关怀之旅 张军宁在这里见到儿子 也就是他四处的小朋友文章 他害羞地接过妈妈送的礼物 看到超多的棒棒糖露出腼腆的笑容 张军宁故意逗他 和润东则拿出快乐的和大家晚四拍 为了深入了解当地生活 两个人和孩子们一起学习放游跟甜煮饭 然后现在再放游 它真的好可爱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会有点紧张 因为大家小朋友的手语有点疼 然后我来这里是一个这么大的食物 然后我会把这种生活积上可以装一下 他们喜欢画画吗? 她真是喜欢画画吗? 她真的喜欢画画画 他真的喜欢画画画画 对 你帮我 你帮我 他帮你 帮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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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他画的名字好很多耶 老实说 真的吗 哇 你自己看一下 你自己看一下 哇 她比我更好 和小朋友相处的时光 对张军林和润东来说 都是珍贵的回忆 也希望借着这些画面 让更多人愿意一起为他们 投入更多的关怀 帮助 东新闻远南报道